野鵬先生,野鵬先生,你是不是在這裡? 野鵬先生,我很餓,你可不可以幫一下我? 我很口渴,我很口渴,有沒有水? 這裡是哪裡來的?我不懂走 好大風,好冷,好冷,有沒有人幫幫我? 野鵬先生在哪裡?野鵬先生可不可以幫幫我? 野鵬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野鵬先生,你在哪裡? 好冷啊,好冷啊 野鵬先生 野鵬先生 我想要一朵玫瑰花,我想要一朵紅玫瑰 野鵬先生 她會來 她不會來 她會來 她不會來 她會來 好,她今天會來呀 咦,就講就到了 玫瑰小姐, 太好了, 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耶鷹先生, 很久沒見了, 你找我什麼事? 玫瑰小姐, 我飛了很多地方, 但也找不到紅色的玫瑰花 現在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我想找你幫忙 我想要一朵紅玫瑰, 請你給我一朵吧, 好嗎? 一朵就夠了, 我會用盡我的全身解數 唱一首最好的歌, 回報你的 咳咳咳 你沒事吧? 是不是凍傷了? 玫瑰小姐, 我夠大隻, 不怕的 為什麼你在這麼冷的冬天, 會想要一朵, 沒辦法讓你吃飽, 著暖的紅玫瑰? 為什麼你不是要一堆可以燒起紅紅烈火的木柴? 一張可以為你保暖的動物皮毛 一餐可以讓你吃飽的美食啊 因為我聽到一個為情苦惱的年輕人在大喊 你跟她很熟悉的嗎? 不是, 我今早才遇見她的 就是這樣, 你就為她東奔西跑了? 她跟你說了些什麼? 她飽讀詩書, 咬聞著字 多愁善感, 情感豐沛 她遇到一位小姐 她希望可以在王子的舞會上 跟她跳一支定情的舞 但是那位小姐不要她的詩 也不要她作的曲 只是要她送一朵紅玫瑰給她 她才會答應 而這個年輕人 也不知道在這麼冷的冬天要去哪裡找 所以, 你就要幫她在落雪的冬天 整頭都雪花的, 飛來飛去 只是為了幫她找一朵紅玫瑰? 這位少年的純真的心 純真的愛, 溫暖我的心 我走遍全世界 看到人類想要的東西真的很多很多 但是我從來都沒見過 這麼清澈, 這麼純真的眼神 沒錯, 愛情是摸不到 吃不飽, 穿不暖 但是她真的很可貴 就算用珠寶, 黃金 都未必換得到 兩個人用最真誠的心去愛著對方 毫不計較地為對方付出 我唱的歌, 全部都是歌頌這些真心付出的人 現在, 這個人就出現在我的眼前 所以, 就算是拼了老命 我都會想成全他 人類的感情真的這麼純粹 又這麼長久的嗎? 我相信是會的 我相信是會的 對不起, 耶鷹先生 我想我幫你不到了 沒錯, 我的確是紅玫瑰 紅得比蘋果更加鮮艷 紅得比枫葉更加美 但是, 嚴寒的冬天 冬天凍傷了我的葉脈 狂風截斷了我的枝幹 冰雪摧毀了我的花蕾 今年, 我應該沒辦法開花了 紅玫瑰小姐 其實在找到你之前 我遇到白玫瑰和黑玫瑰 黑玫瑰告訴我一個方法 什麼? 黑玫瑰那個魔鬼? 你肯不肯幫我? 只要在午夜時分 月亮最圓最大的時候 被你的刺插入我的心臟 我的血流通你的枝幹 葉脈和花蕾 而我的歌聲會陪伴著你 這樣就可以開出一朵 鮮艷無比的紅玫瑰了 不行, 不行 怎麼可以這樣做? 真是很恐怖 沒錯, 生命是很寶貴的 為了要得到一朵紅玫瑰 而要用生命去交換 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 但是, 純真的愛情 比生命更可貴 而且, 一隻雀鳥的心臟 又怎麼給得上一夥人類的真心呢? 紅玫瑰小姐 請你原諒我吧 夜蚵的說話還沒說完 她就闖開胸膛 想靠前 想讓玫瑰的刺刺入她的心口 紅玫瑰用快膚乾的葉去擋住她 夜蚵先生 請你不要這樣做 你錯了, 其實你很重要的 至少, 你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紅玫瑰小姐 你怎麼這麼說的 你記不記得你曾經幫過我很多次啊? 在我剛剛發牙的時候 你來過這裡 當時我很小顆 抵受不住風吹 於是你就搬了一塊大樹葉幫我擋風 還叫我要堅持住 之後你四出遊歷 有時候會帶一些外地的果子 蟲果 蘑菇 等等 掛在我的樹枝上送給我 你也會跟我說你遇過的趣事 還有一年大乾旱 這裡的泥土乾旱到龜裂 我快要呼死的時候 你由幾百里以外的水淳 一來一回飛了幾十次 逐點逐點水這樣擋過來 我才可以保存聖命 當我求救的時候 只有你會肯幫我 其他人都對我這個小花苗不屑一鼓 我幫人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有什麼回報 只是想看到他們度過難關 所以都沒有刻意去記住這些事 而且這些事剛好是我有能力做到的 玫瑰小姐 所以你不用擺在心裡 你這一夥不求回報的真心 不珍貴嗎? 再過多一會兒 我還是會老的 用我殘舊的身軀 去承傳一份真摯的感情 值得啊 講完沒多久 現在夜鱗就用刺刺入她的心臟 而且還唱起歌裡 玫瑰想用力推開夜鱗 但是夜鱗就靠得更近 這樣夜鱗就只會傷得更重 玫瑰只好哭著地請求夜鱗 一滴一滴 又圓又溫熱的淚水 就滴在夜鱗的羽毛上 夜鱗先生請你不要這樣 就這樣吧 玫瑰小姐請你不要哭 請你承傳我 夜鱗大聲地唱歌 歌頌不撓的愛情 花瓣開始泛紅 但是她的身體已經支持不住了 咳咳咳 夜鱗吐血 身體向後跌 但是因為心臟被勾勾著 掛在半空中 夜鱗先生 玫瑰大哭一聲 所有的花蕾都綻放 而且所有花蕾都染紅 一朵 兩朵 三朵 所有枝頭都是血紅色的玫瑰 玫瑰用盡所有力氣吹菊花開 但是也用力過渡 令整棵樹都倒塌 花蕃四散 夜鱗先生 我們一起承傳他們 現在我來幫你 紅玫瑰的花蕾飄到學生的眼前 學生四處追尋花蕾的來源 咦?原來這裡有紅玫瑰? 哎呀,但是為什麼全部都壓爛了? 唉 一個女學生都見到整天紅花 於是就走過來 學長,為什麼你都會在這裡? 你認識我的嗎? 為什麼會不認識? 你文采這麼好 你有看過我的文章? 當然有啦 你第一篇刊登在校園報紙的文章 我都還收藏啊 真的嗎?帶我去看看 兩個學生肩並肩 一邊慶高采烈地聊天 一邊就回到學校 夜鱗的靈魂 看見學生找到幸福 很滿足地微笑 而玫瑰的靈魂也化成另一隻夜鱗 夜鱗先生送了她最漂亮的一條羽毛給玫瑰 他們兩個一邊唱著歌 一邊飛上天堂 謝謝